中华文化 不怕全球的中华民主的兒生 大家應該統統朝這個目標去做 尤其你看 前面要起的最多重要的 天下為了 要選賢與人 要將選賢 這個就是很好的成績 但是到民國一百年 我們在吊升全球地點 就有近身兩頭 但是你只要看那個表格的左上角 畫紅線的路 雖然全球比是一六年 可是它中間特別注意到 提醒到 在人口超過兩千萬的經濟比當中 台灣比澳洲跟加拿大比還 那麼是除美國第一以外 中華民國是全球兩千萬人口以上的國家 競爭一排全球第二名 國外國的民國 因為在我們前面的有香港 有新加坡 有瑞士 有瑞典 都是CDC 都是城市國家 所以它特別把它分一個組 就是兩千萬人口的國家 那我們是全球第二名 另外一張表格 我也跟各位 這就是我們 未來 中國國民黨的會員 主要主要主勝的機會 我們一定要 面知彩色 全力 你不能搞到 不相處 本來勞跟之 自足 車之輪 鳥之雙翼 我有時候也會跟勞工朋友講 但是另外一面我也會跟 資方的老闆人講 我就跟老闆人講 我說 你雖然有資金 銀行的信用也不錯 你會拿到訂單 可是你能生產嗎 機器你能操作嗎 你拿到訂單 誰來管理財務 誰來當會計 誰來按機器 誰來做品管 然後誰來訂送 你沒有勞工的心血 你不能達成你 資方賺錢 同樣的道理 我也跟老闆講 如果你們只有老闆人的利益 沒有考慮到你們的老闆們 還要花很多錢 投資 有時候跟銀行要貸款 還是很麻煩 最麻煩的是 有很多時期要跟 法令多足牛馬的政府還好 那法令多足牛馬還好 要用的時候 找不到一根馬 那才是欺慘的 所以 勞方應該要體積之後 只有勞跟支 同心協力的 才能夠守住這些 所以 勞資一定要保障欠少 保障